好 現在我們開始表演這個第二個Session 非常高興 展開進步的國防 這個Session呢 我所有我的老朋友 講話跟她們 兩位作業介紹 馬來西歐的InnoDB Classroom 我們知道馬來西歐最近 在高特幣發展 是同步蠻多的 除了以前知道的 或是 異部或是以外 或者是 馬來西歐他現在 在比較簡單的 InnoDB的引擎底下 他有做了一個複製的價格 或者是 在Properting上面 他做的包裝 包裝的時候 我們直接要 看著 InnoDB Classroom InnoDB Classroom 出來大概 五三年一長期 慢慢的 越來越新鎖 用的越來越多 我們可以看到在 一些大型的 比如說 很多騰訊 或是阿里亞 或是阿里亞 大約 庵克魯 庵克大學 尼瑞塔 我們 我們這邊的專家 馬主城 在埋水 的意思 又是非常 很重要的 社會的 那 大家 觀察一下 比如說 一定 他對 立動區 他的經驗 還有 對 立動區 的 建築 我們 就知道 有些 的問題 也在一起 那 我們 歡迎 馬主城 謝謝 大家好 今天 很高興 可以再出來 一個 今天講的題目 你可以看到 題目很簡單 就是 鋼管用 研F MySQL 的 MySQL 那 我在外面 所以 今天 其實 來分享 一個 一個 網前的 故意 那 我想 問一個問題 你們 對 InnoDB Cluster 是 零經驗的 沒聽過的 舉手 是 還有 人 使用過 所以 今天其實也蠻多的一些 題目 也是 比較 詳細的 那 自己有 搭建 的 搭建 InnoDB Cluster 去玩也好 在自己的 實在 有用的 一個 有用過的 可以舉舉手 平拿 油 油 是 也有 好 然後我就 先大概開始吧 那 今天的一些東西呢 一般 我從一開頭呢 是簡單分享 就 組織了一面 我們叫 那裡面的一些事情呢 也很簡單 去 簡單講 然後呢 我去做一個簡單的演示 然後演示了兩部分 一個簡單的搭建 搭配 另外呢 也會 給你看到 這個 容器 這個 Docker 去搭配 我們 InnoDB Cluster的情況 然後 之後呢 都是 過去 發生的一些事情 那之後呢 我 會對一些 網絡下面的一些事情 分享 那也會 操縱下面 也會 談到的 也會 談到的就是 有時候 一個 數據盒 不管 什麼樣的 數據盒也好 我們的應用也好 都應該會有一些 備份 也會有 怎麼樣 規復 他的數據 那這個 也會探討 也會 在我的 經驗裡面 遇到 客戶 他們都會有一些 問題出來 一個問題呢 就是 數據呢 有可能呢 就是 數據不一致 那為什麼不一致呢 就是 有其中的原因 到時候 談一下 那之後 怎麼樣看待 我們的一個 所說 不一致啊 然後怎麼樣去 去規復他的一致性 GTI 尤其是設計 也會看到的 然後之後呢 也會看到 我們 超過 四種裡面 我們會搭配 一臺 兩臺三臺 然後之後 我們也會有 有栽的 我們第二啊 又怎麼樣可以 那 複製裡面 有什麼要考慮 我們會看 然後其他的一些工具呢 像書類呢 我們也可以 講一下 好 那 大概一個情況 剛才提到 5.7 已經 在 2015年到今天 都差不多 都差不多 四年多 然後 我們的 InnoDB cluster 在2016年 12月12號 就是 第一個 GR的一個 差不多 然後到那個 我們的一個 2018年 四月份 去年的四月份 到今天 大概已經 一年半了 8.0 出來呢 都已經成熟了 人家都用的 不小很多 但是當然說呢 在外面 5.7多啊 還是8.0 當然 當然是 5.7最多 一定 因為 8.0也是 一年多的一個 生命 生命的一個 周期 好 那 裡面8.0 其實 做了很多 工作的 不管 它是 NoSQL啊 還是一些 我們的 InnoDB 我們的 速記點 我們的集權 也是做了 開發 非常大量 那 看看 這個 簡單介紹 一出來的時候 2016年 我們的 10月份 出來了 那 都是說 GR Root Root reputation 是一個很底層上面的 一個怎麼樣交換數據 還有 搭配 一台兩台三台 那這個呢 都是用配置 文件來配置的一個 情況 那這個就是 拆 在 異版本 出來的時候 的一個 定樣 那 之後呢 InnoDB Caster 在2017年的大概 4月看出來了 之後呢 我們出了一個 就是 就是 套 所說的 InnoDB InnoDB 我們可以說 MIC 那 之前是 MGR 那MIC裡面呢 就搭配了 GR呢 還有需要一個管理的一個 套件 還有一個路由 還有呢 當然就是我們 企業板上面的一些 一些 MEM啊 備份啊 怎樣 那之後 後 改善的地方 就是 一定 可以用 那之後呢 就是怎麼樣 更可以用的 用得到 我們套的 套 公司的一些 MIT API 怎麼樣切換啊 怎麼樣調整啊 怎麼樣配置啊 怎麼樣開發一些 什麼 一些 遠端的 連接口啊 這個 還有集團的一些 所說 Priority 用心值 也是 在裡面 去 可以在MICEL 可以做得到 然後 聽到很多 一些疑問 就是呢 網絡裡面 會正正續續 那網絡正正續續的之後呢 怎麼樣可以 穩定 我們 只全部 不能調 不能調 逃出去 逃去 逃去 那這個也是我們 聽到很多的事情 那之後呢 也會看到 人家問的問及的就是 數據 寫到數據庫之後 那多台的時候呢 有一個問題 哎呀 有沒有 會一次的 方法 我寫入 以後呢 另外一台 讀起來的 會不會有 差別 我寫到第一台 第二台 讀出來 會不會是 還是之前的數據 這個呢 我們做的一個 GR的一個 consistency 就是 在一個過去 也是 新家的 一些功能 就可以達到 做得到 那之後 路由也是 變更不小 那有一些 客戶說 噢 變質裡面 Masker Router裡面 也會產生 很多 Vlog 下面的 一個數據 那這樣呢 木航管 越來越大的 說呢 你還要 處理 再 Router也會 放在 應用層下面的 機器上 然後我們怎麼樣 好管理 所以呢 也會改善的時候呢 會有一些 Lock location啊 怎麼樣 變革 這個Lock啊 拆出來 那也會 說得到 在 切換 槍封鋪的時候呢 Lock Router呢 切到 一台兩台三台的時候 數據意識 怎麼樣 可以達到 我們也會 談到 這個 before on primary pay over 這個 配置 那 到 上一個月 7月份 22號 我們Masker的 一個MIC裡面 還是 數據庫 8017 也發展了 然後到 怎麼樣 可以 通過 通過一個 所謂Clonic 數據庫 第一步 我們 不一定是三台 都從頭 開始都是 使用一個 軟軟等等的 一個 手說機場 有時候是 一台 做出來 它數據是有的 數據已經在了 我才開始 配置 第二台 第三台 綁定 一個 所說的機場 那這樣子 數據怎麼樣 開頭 就是說 做一個 備份 我們不說備份 我們說clonic 很簡單的方法 從 第一台 把數據 再現的方法 把它 可以複製過來 我們 第二三台 再用一個方法 怎麼樣 可以做得到 這個就是 我們做 在去年的 在上一個月 七月份 二十二號 應該是 一個月的時間 做得到的 好 然後 再說了一個 我們 我們 H&A上面 很多人都會說 集權集權 很多時候 一談到 cluster 人家客戶 還是跟我們說 我要 cluster 第一聽到 我會用什麼方法 Google 用cluster 去查一下 用什麼cluster的方案 查不出來了 就是一個 my-so cluster版本 my-so cluster版本 人家說cluster 還是你說 我說的 很多時候都是 關注一點 怎麼樣 很穩定 高可用 沒有當機 可以長時間 都可以用到這個 這個 就是說 HA的方法 其實 要求很簡單 my-so HA 是用什麼方法 每個人的態度 都可以搖 有人的一個態度 cluster 是 操作系統裡面的VIP 標語 有的是 我的棋盤 怎麼樣可以用 send來做 部署 然後 一台連 兩台連 之後一台當調 另外一台重啟 被整體咖 的一個所做的主持 VIP 飄過去 同一個ID 便用為當調 只是 當調的時間 一秒鐘 一分鐘 沒可以服務 沒可以提供服務 也是 說 它的一個集團的方案 所以 有時候 集團 聽到的 都不會在 我們組織上 其實只是 要求的 SLA 是怎樣的 我們今天 其實是持有一個 就是 NODE集團 看到 複製裡面 也會有一些 共享傳統 也是有一個 MIC 還有一個叫MDB集團 今天集團 就是第三個 我們的 GR跟MIC的一個複製 從開頭的一個期間 有人是第一次聽的 所以 也希望可以大概分享到 什麼是一個數據replication 複製了一個 replication就是把數據 從一台放到另外一台 一定是我們的數據 可以多台使用 才可以說 你等等 才可以說 一台當調 另外一台 可以來幫你 是嗎 一定是多台 才可以做得到 所以呢 多台的時候 一定是我的一邊 也要發到你那邊 所以這個 我們說 複製 replication 那做出來的方法 一般就是 我寫到本集的時候 我們 在數據錄裡面 也會有一個 叫binlog 這個地方 就是 存儲的一個 一個 一個數據要 飄過來一邊 一邊 所以呢 再有一個 叫 一步的方法就是 我寫到 我的一個 本集的一台 的一個binlog 我的一個 所說提交 就完成了 commit 就成功了 寫到本集就成功了 然後另外一邊 就會把數據拖拖拖拖拖拖拖過去 那這個呢 有時候會慢一點 有時候會快一點 所以呢 如果當機的時候 這一台 放你沒了 你機器都不可以連 你數據 最後的數據 其實也沒方法離開 就是要顯示了 好 數據最後一秒鐘 一分鐘的數據 其實還沒離開 你在另外一台 那邊 多台也好 他都沒離開 你也沒方法 可以查到 是嗎 所以呢 這個就是一步步的 但他還是要 因為我們 有時候的情況 就是說了 我們的一個 所說 距離太遠了 台灣 跟新加坡 太遠了 但是數據還要 複製到 新加坡 那怎麼辦 這個呢 我們一般都是用 異步子 因為我寫到 本機的一台 那之後呢 慢慢再發到 新加坡 不然呢 你要拖住 我的數據寫到 本機 寫到台灣 寫到台北 也要寫到 新加坡 你的應用 太遠 太遠 所以呢 異步複製 是有它的一個原因 那 剛才提到 就是 數據有可能會 掉失火 所以呢 我們也會騰到 一個半途步 SemiSing 半途步是什麽樣呢 我寫到 本機的時候 也要 數據也要 到另外一台 才回來 我們小霧霧的 一個所說 commit 才會做完成 所以呢 這個方法就可以保證 數據是 不單是 本機有 還會 那邊也有 好 所以呢 這個比較放心 真的沒有 數據當調 數據庫啊 在我的本機當調 我 可以說 我們沒選擇 因為呢 數據在另外一邊也有 而且重新 今天的部分啊 是這樣子說的 就是 IndoDB Cluster 我們看一看 我也 我有一台 主機 我有三台重機 One Master 三個Slave 那這樣子 主機當機喔 主機當機的時候 是不是要 有一台 要換過來說 哎 我是主機啊 要我來當 當起 把數據 付寄到其他 所有寫數據呢 寫在我的 那我來幫它 去發送到 另外兩台 那所以呢 就會看到 這個方法就是 會說 欸 如果真的當機 我要用一個方法 是我手工 去做一些事 做錢換 那一台 當機有呢 有可能是兩台 Ectiplexic 啊 一台裡面 有一個工程床 另外一台的 VIP 跳過去呢 這樣子好用 不然就是 有另外一台的 一個 舒服部呢 會說 啊 我就是 手術的 第二主機 那第二主機呢 也好 另外 第三台的重機呢 原來是 綁在原來的主機 現在跳過去 隨人來切換 你 還是一些腳本 還要編寫 要做一些手工的切換 好 一共呢 原來連一台 現在連第二主機 所以呢 這個都是手工 這個比較麻煩 所以現在 我們說的一些方法呢 就是 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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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面 我們三台 三台裡面呢 一台當掉 沒所謂 另外一台會 自己找出來 我來當 好 那當勤 之後呢 其他人就會連到這個 新主機啦 那數據也會自動 那另外一邊 應用呢 也可以通過一個 路由呢 機動切換 那所以呢 路由自己 他不知道 當機油 另外一台就會 過來了 好 那我們的一個 先來一些 腳本的一些方法 先搭建 我們的NOTP集團 首先呢 我會做的一些東西呢 就是 配置三台 配置三台的 數據簿呢 我寫了 只要腳本 這個腳本呢 就是33102030 這個33102030 因為我用的一個 是同一台 我的VM 水利機 我沒有大機器 也不想 這個房間裡面 有很多機器小便 所以呢 一台裡面 要配置三台 當然是用什麼方法 不同的 POP number 不同的POP number 所以呢 首先我會配置呢 就是三台裡面 做一個 所說 Initialize Insecure 那就是 把 庫呢 建起來 一個 數據庫呢 要建起來的時候呢 基本上 它會有一些 系統表 喔 系統表 表空間 這個 把它打開 所以呢 把這個 建起來了 三台 102030 三台 我都創建出來 這個就是 我們說 Initialization 啊 我的配置文件呢 就是 my123的 CNF 有三台的 CNF 為什麼要三台 就是剛才說的 對方不同 數據庫路 也不同 我不可以用同一個 來創建吧 所以呢 現在是 創建三台 那創建三台之後 我就要啟動了 所以啟動呢 就是 啟動 啟動呢 這個啟動呢 就是這個 我會 把三台呢 其實 啟動起來 那這樣呢 三台就是 速度 現在可以連了 現在可以連的時候 我又有呢 就是 3310 3320 可以連 3310 33 他們都是一個 獨立速度 好 今天 我只是一個 簡單的一個演示 好 我現在呢 會創建一個 簡單的 一個說 什麼呢 一個 遠端的 連接 政府 叫 grm 然後我要創建 所說的 cluster 那創建 cluster之後呢 三台都會連起來 三台就會綁定 裡面呢 其實 它現在 做了一個 一台 再加兩台 裡面加兩台的時候呢 其實很簡單 就是 這個腳本 然後呢 然後呢 連到 grm 連到第一台 create cluster 然後 add instance 2030 然後 把Status 呢 放出來 然後呢 現在 每一台呢 都會用一個方法 怎麼樣 可以說 cloning 還是用複製方法 現在一個 新版本呢 我可以用到 cloning的方法 所以呢 這個 態度 程度呢 很快 這可以把 原來 很大量的數據呢 都會複製到 我們的一個數據 是開頭 所說的materialization 一般 我們數據庫 開頭的時候 就是說materialization 我的數據跟你一樣 怎麼樣 怎樣可以 我的數據跟你一樣 materialization 把你的 放過來 這個 所以呢 現在就是 腳本啊 就是這樣的一個方法 我做這個 ad instance 的時候 他就問你 你用什麼方法 把我 會配置 成為 你一樣的一個數據庫 所以呢 現在 把數據呢 好 用 comment的方法 這個文件方法呢 就可以 牽出來 所以呢 三台都一樣的時候呢 我最後 三台都連起來了 就綁定之後 我會做一個 Status 那Status出來呢 就看到 三台呢 其實已經把你 好 這個就是說 極權已經用得到 不管我寫到哪裡 數據都是三台 我寫一台 三台都要寫 如果有四台 四台都要寫 五台 五台都要寫 所以呢 有幾份數據啊 現在三台就有三份數 四台有四份數 這個就是MIC啦 好 那今天的部分呢 我不用這個方法 我只把剛才 搭建的 Inno TV 開始都殺掉 我只殺掉了 剛才做了一個都沒了 那之後 我們要做的就是 說 三個 Docker 那時間不多 原來 差不多已經時間到了 還有 那現在呢 Docker就是已經在 我的一個機器上面 飛跑 你們有沒有用Docker 真的開人世界是很不一樣 Docker裡面 有什麼方法去做 My scale打 一般你們Docker是 從外面 My scale拉進來 它整個都是飛跑 是不是這樣嗎 嗯 哇 對不對 如果是整個拉進來 有什麼特別啊 特別大 特別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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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還有可以選 很冷 很冷 你要選 所以呢 Docker 你拉進來 它就有這個包 我的意思啊 那首先 我們的一個My scale 就是 Origle的My scale 也會有 Docker image Docker image 你可以跟剛才說呢 它裡面其實超市 不在裡面 那Docker這個 它也有Health check 這樣子 你可以看到它 欸還在還在還在 我用呢 我自己太小了 我自己太小了 我不用這個 我Docker還有呢 你可以下載 下載呢 比如說 Docker image 這個在我們官方的 因為有一個Docker image 可以下載 這是企業版也有 Docker image 我可以做一個Demissioner 這可以放在 這可以開一個 我不用這個 我只是用一個比較簡單 還是怎麼樣 就是機嫌來說呢 我只是在一個機器項 我的水準機器項 我搭配不同版本的 MySQL 我有可能是5.7 有可能8.0 我在機器項 安裝 它的包 如果我裡面 一般我機器是大 Container是小 如果我有兩台 Docker container 你就不用兩套 三套 四套 五套 我的機器沒那麼大 我在外面 我的一個 已經安裝在 這個 所說MySQL安裝包 已經在裡面 我做的方法 其實是什麼呢 首先啊 把Network 在一起 這個Network 一般都要把它做好 因為 你的一個 Customer有一個 Internal的一個Customer 然後呢 MySQL Server 如果我的Docker file呢 你們用的方法是 Docker from 一個版本 我用Scrash 什麼都沒有 你看到嗎 什麼都沒有 我只是裡面的包 只有我的Scrash 因為 MySQL 是在我本機裡面 機器項 裡面只有我的Scrash 沒有什麼 沒有其他 只有我要的一些找本 所以呢 在裡面 我用的方法 那 在我的一個人 要建立一個Build 的時候呢 我的是Build 我有一個MySQL Server Build的MySQL Server 哪知道我要跑這個MySQL 哇 其實 要做的事情 它那個 IP地址 我給它是 11 172 18 011 我的MySQL User 是1000 所以呢 裡面的MySQL User 其實跟我外面的MySQL User 跟UID一樣 不然你跑的IT 都是 什麼 玩 我相信你 是用 link root 來的 是 好還是不好啊 不好啊 聽到了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很簡單 那 Environment Variable呢 我們會特定一些 Environment Variable啊 還是用一些 你的Severed ID系列 你們 因為有很多時候呢 我們要特定它的 譬如說 Brute的密碼 對吧 好 我這個簡單 簡單 我沒有特意去說 它算是怎樣 那還有就是 我要給它的一個Volume 我的Volume是 Data在哪裡 它的Data在結構 我會放到哪裡啊 那個Home Directory啊 還有用的TAM的時候 你的TAM跟我的TAM一樣 有可能是這樣的 其實 有很多其他的地方 我們要特定 還有其他的公式 你看到 我只是把 我等級下面的一些路徑 放在它的一個機器下面 它的Container裡面 裡面 是空的 對嗎 還有我的一些 它的Bin啊 怎麼樣的一些Bin啊 Bitory啊 都是RO的 RO是什麼 Volume 它不可以改 它的包 為什麼要改 不用改 你要改的是 改一個程序 是吧 所以現在好 我就是把它 這個帶起 首先 好 第一個 我這樣寫 第一個就是 MySQL D1 好 所以在一個 這樣呢 你會看到 我會生成為 D1 D2 D3 D3 三台見識之後 我把它們配置出來 MySQL也是一樣 可以看到 我在這個過程裡面 數據在外面 包也在外面 它只是好像一個 怎麼樣 腳本 還有就是一些 機緣的配置 的一個所說 Container來的 然後我就是 用Container的Shell 來start 起來把它綁定 所以現在 這個呢 我做了之後呢 你可以看到 我也要 我有一台 其實有一台之後 它應該所有數據都在裡面 還有呢 我可以再 做一個 它的遠端 年輕的 Admin User 玩得遠 我都在一台裡面做 然後才 什麼時候 偷出來 要做的事情 要有的數據 其實應該 一台應該有的 所以我應該 還有做第三個 D3 然後之後 第四 其實第四呢 沒什麼 就是在啟動 第2台 第3台 一樣 跟之前是一樣的 所以呢 現在這個呢 就是 零四 我跑出來 三台都現在 Container 都做出來 很奇怪啊 剛才我跑的 沒有Container的時候 其實跑的 跑出來 我覺得啊 它的CPU啊 內存啊 都比較小 都可能有沒有一直開銷 一定是有的 哈哈 一定是有的啊 然後呢 然後呢 在005呢是什麼 我要 Configure裡面的一個 用物 回來 遠端 做好 然後看 06 回啦 所以三台現在啊 三台已經啟動 三台啟動呢 你可以看到 三台已經啟動 我在外面 Pose裡面其實可以看到 Container出包嘛 所以我不用跑 跑進去才看到 所以現在其實 三台都跑起來了 是在Container裡面啦 他不是在外面 還有呢 他的用戶也是我 我的ISL 因為我UID 裡面跑來也是1000 外面也是1000 所以是一樣 所以你可以看到 放心了 安床了 好 安心啊 那之後 怎麼綁定 我用了一個shelden 這個shelden 很簡單 也是 沒什麼東西 這是從stretch 方法 這是我的一個script 腳本 腳本裡面 簡單 腳本裡面 mine裡面 其實 你用什麼方法 就是寫一些東西在裡面 好 你看 我要跑這個javascript 就可以把頸套的一個cluster 把它連起來 就是 一台4 11 一台12 一台13 11 12 13 那所以呢 他們的一個燈口 現在 不是一台啊 現在可以 三台的 Number 都是3806 都跟之前不一樣 所以呢 在這個呢 我可以 部署了 所以呢 現在 RUN DOCUMENT之後呢 它就會把三台 綁在一起 那三台的一個集權呢 就可以做得出來 所以 如果我做得出來之後 我就可以用到 一個人說 在外面買一些需要呢 還是在裡面買一些需要呢 其中一台 都可以用 所以你看到 很簡單 Docker 如果我的network是分配在 1、2、3、4 機器呢 都是一樣 是嗎 我的network做好 就可以配置 那 所以很簡單的一個方法 已經搭配 比如說說Docker 那方法 用一個大包 還是小包 我自己喜歡 但是呢 你的數據一定在外面 因為Docker的一個 你很多時候呢 當掉 還是做什麼 你要殺掉 但是數據你還用 你的一個 所說 你的binary不要 但是 數據一定要 對吧 好 這個 哇 講了 那麼長 長期間它還沒有做出來 哈哈哈哈 你看到 那怎麼樣操作呢 我在外面也可以用 在外面不行 然後我可以連 連過去呢說了 gr and mean gr pairs 那這個呢就是 1的裡面的3306 沒有1 對 這個 11 721 11 那 第一台 第二台 第三台 這個呢 這個呢也是一個 Docker 在我的這些項目 我沒有配置好 這個DMS 啊 這個情況 那現在呢 其實 我就可以用 啊 用一個 Rargo DBA Docker Cluster 我一般都會給一個名字 一個名字 這個My iClusters 那X之後呢 現在 機器比較慢 剛才說呢 開銷有的 Docker是有開銷的 所以呢 它 既然來講 我的機器 只放這個 你看 不是太夠啊 所以呢 就會有這個影響 這個Nero下面 打的空 還不好 啊 沒什麼 我的一個 時間不夠 那我繼續了 那 通靈呢 我 想講的 好 現在 我不演示了 那 看呢 你可以看到 空能是新版本 有時候我們Clone呢 就是要把數據呢 從同一台做一個新的 也會從一台 組織到另外一邊 所以空能是新版本裡面 現在非常好的一個用途 用途 然後我們在過去 很多時候網絡不是太好 那 有三個 測定的一個配置 我們測定的一個配置 會對應 就是Nero的一個 穩定的 有關係 首先 我們創建 CreateCustomer的時候 可以 配置一些 Options 這個Options裡面 有三個 特別關心的 第一個 就是Expell Timeout 這個在 Expell Timeout 是什麼呢 就是把它 我看 我會 每 做一個心跳 那 你在你在你在 其實五秒鐘 有一個在五秒鐘的時間 你還不回答 我就切你出去 五秒鐘 沒辦法呢 切你出去 夠不夠 有人說不夠 有人說不夠 因為 這個情況就是 有人家會 跑一些 大的一些數據 大數據 會 有可能會 影響到 你 這個 數據庫 給你反應 因為 網絡要 給你 兼用 它的CPU 也給你兼用 沒跟你反應 五秒鐘 你就給你先出去 所以Expell Timeout 一般呢 我們都會 要 要改的 它也會 做得到 是什麼 Expell Timeout 我丟你出去 等於 三台 原來三台 我一丟你出去呢 就有兩台 要選主 一台走了 選主 所以 你太長的時間 就等於 如果真的 當掉一台 我說一分鐘 Expell Timeout 一分鐘 就等於一分鐘之後 我才知道你要走 我才會開始 我的一個 一個選新主的一個 太陽 所以你太長 就是 當掉的時間 就會更長 所以 不可以太長 對吧 五秒鐘 現在是五秒鐘 所以看情況 對 這個很重要 這個不可以太長 一般是 限制於不可以貼 對 一個 一條語句 你覺得 應該跑多久 應該最長時間 跑多久 這個時間 有可能是15秒 還是怎樣 每個場景 不一樣 但是最小 不足 0 也是5秒鐘 你說1 就是6秒鐘 數數 5加0 5加1 5加多少 還有就是 我真的給你貼出去 之後 我死掉 那這個人 有時候 因為其他的原因 他真的離開 真的離開 但是其實他沒死 只是很忙了 那他可以重新進打進來的 可以重新打進來 可以重新打進來 那重新打進來的時候 他就不是阻擊了 他可以 甚至會重擊 所以呢 這個呢 就是另外一個 莫人是0 他就是 踢出來就是踢出來就走開了 How do we try 就是 他會走 他會回來 因為我expel之後 我就不是阻擊了 人家已經有大阻出來了 所以這個呢 也是 我們會 原來就是0 我會設出來 大一點 一個數據 他真的推出來 我就會知道 如果真的是網路問題 不斷 他會跑回來 哪之後呢 他可以重新 再兩個阻 兩個機器 也會練回三個機器 過一個晚上也很安心 是嗎 他會自動跑回來 另外呢 有一個叫 majority timeout 這個也是0 如果呢 有時候 寫出來的時候 寫到一個機器上 他是一台 我是主機 有人寫到我的一個地方 那時候就是 網路斷了 我一台 我要找另外一台 才是 兩台 才是majority 兩台在三台的環境裡面 才是majority 他又找另外一台 陌日 我是不是可以跑啊 他要majority才可以 原來是0 就是等於 我如果網路就是 他自己斷斷了 然後這樣子 他是小數 那時候怎麼辦 他就是卡住 應用成連過來的時候卡住 0就是等於這樣做 好不好 看情況 所以呢 我一般都會限制回一個數值 比如說兩分鐘 他卡住兩分鐘 他都會爆錯誤 他會爆錯誤 所以呢 這個呢 我一般我會限制回一般二十 還有 如果人家貼了出去 真的貼了出去啊 貼了出去之後 你應該用什麼方法去處理 我是小數 Moring是 有可能是 read only有兩個數值 一個呢 就是apport 一個就是 一個是apport server 就是shut down 當機 一個就是ve only 我會告訴你 我會告訴你 自己限制這個配置 不要用moring 因為moring這個呢 一般都是飄來飄去啊 每個版本都不一樣 你都不知道你用什麼 你明白嗎 某一個版本 是apport 某一個版本 是be only的 還有有時候 同一個版本 有時候呢 就是主機開頭 create的時候 他是apport 那其他instance 是be only的 所以呢 我 我 這個是我的經驗 一定要設置的 自己配置 不然你都不知道 他推出來的時候 他會怎樣 怎樣 一定要設置 另外呢 我會講快一點 等時間 已經過了 好 還有很多 其實這個 裡面的東西呢 都有啦 member way 也是很重要 IP way IP YS也重要 那每一個 所送message size 我的一個 說 應用 會有一個很大的 一個transaction 大 什麼是大 長時間是大 還是一個所說的 音色音色音色 一千條音色 只說一千條 這個message是大 這個message大的時候 它是借用你的 所說網絡裡面發過去 太多 所以現在8016 就有一個可以測定 它可以做fragment 可以把它展 如果你的真正的 比這個大的 它會把你 砍出來 一個fragment 兩個fragment 去發過去 所以現在比較好一點 還有一些 就是所說一記 session裡面 有一個叫 assistent dimension before after 這個型號方法 那路由呢 可以 其實我會 會 先制完 before or primary failover 為什麼呢 看一下這個圖 就是呢 當一個數據簿呢 切換的時候 你down掉 這個down掉的時候呢 其實 它會寫 數據寫在relay上面 寫下relay上面的時候呢 如果在這個時候呢 它切換 它真的馬上給你 一條連線 你拿的數據 還沒拿到最新數據啊 這麻煩 所以呢 如果我 特定 所說 before or primary failover 路由就會 把數據寫回去 才綁起來 你的數據 是一定 達到最新的 所以呢 我的建議是 就是before or primary failover 是最好的 好 那還有其他的一些操作呢 Sweet primary啊 還有有很多 Status裡面 Status不是一個空的 Status裡面有很多 可以改的 Extend True Memper Curly True 哇 其實 很方便 因為很多時候 我們做了一個操作的時候 要看GTID 已經來了嗎 已經做完了嗎 這個 一定要用 Status不是空的 什麼都沒有 一般我們會把 Extend True 這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 啊 這個 一般我們是家用的 還有 我們做這個option呢 是可以 全局去改 Set option也可以 單獨每一台去改的啊 Set instant option 路由我剛才提過呢 這是lock rotation啊 你可以自己參考呢 lock rotation 這個 叫Pen 我就放在這裡 還有很多 We start的時候 We could cluster 什麼標準 不用支支用GR去啟動 為什麼 我一二三台 我啟動啟動啟動 一二三 我第一台先死掉 二三還在 二三還在 那二三還在的時候 數據還會更多的一個去改 二三 數據會比第一台多 一般 第二三 重啟的時候 第一台先起 第二台進來 第三台 第二台 看 啊第一台 你的數據都沒有 我比你的數據很多 它不會連啊 啟動不來啦 對嗎 所以呢 我們要用呢 一定是用mysl shell 裡面的DPA 你boot cluster 它會處理 你會看到 它會告訴你 哪一台去啟動 所以呢 很重要 那其實 我們stop cluster 有時候會用到 stop boot replication 用mysl去stop的 因為有時候是簡單的操作 不要把它真的除掉 只是把它離開 脫離呢 我會用 stop boot replication 也會做一個 升值 truling of brain 那我繼續呢 backup recovery的時候 在操作裡面 有數據 也有一些配置 裡面 數據裡面 當然有mysl shell 好 所以你看看我的一個 期間差不多 所以呢 兩邊 custom dc1 到dc2 的時候 是要疊的時候 小心啊 我們的一個方法 是兩邊都要有 一個metadata的數據 這個 我們會用路由去連 拿一台當機 另外一台 啟動 也可以發數據 過去另外一台 所以 其實可以 很方便 你可以看到 如果當掉的時候 另外會切換 知道我們 好 rolling away 也會 也會 大概是這樣子 GDIT 有時候不同的時候 你可以從lock裡面 看到 並多了一個 多了一個 然後我們可以 用收兵lock 看到 原來是touch table 然後就怎麼辦 我們怎麼辦呢 怎麼辦 可以lock 在裡面 另外兩台 再加回去 一個新人 拿著配方 如果 你放心的話 好 今天就到這裡 希望可以帶給大家一些 實際上的一些分享 謝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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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 時間是在突然步走 因為前面時間稍微有點難走 昨天就有呼呼有問題 呼籲問題的時間 那我們就準備下一個聲音 呼呼聲音 如果各位有興趣在經過研究 馬來西亞科斯的話 在一樓我們有庫子 可以到這邊去跟我們聊聊 下一個呢 我們也是來自日本的Squenix 的合唱 它是 Squenix 它是最大的一個 最有名的一個 遊戲公司 如果各位有今天到我們合作可以看到 我附上一張 就是Squenix的 一起玩一玩 我們會讓各位了解一下 Squenix在 在升級的過程上 我們用白色在Squenix 上的場面 感覺有些 有些地方 有些地方 我們跟各位分享 在升級白色的過程 一定如果真的要升級到 八六年之後 你會有哪些需要注意的 這個我想是 非常難的一個實在經驗 實際上是 我們會把他 我們會把他 在這麼多年 在白色上面 實際上 非常難的 對 經驗 然後 這邊來 我們稍微等一下 我們會把他 我會把他 從來 有些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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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